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1月29号星期五 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看菲律宾这边发生了什么新闻事 先说第一个 之前我录过一个视频 就是说菲律宾人是更支持拜登的还是更支持川普 当时我给出了论据是菲律宾人更支持拜登 然后有些朋友就开始对这个不太认同 有点踩的 然后也有私信过来骂我两句的 因为我知道在华人圈里 可能有些人更支持川普 能理解 但是这不代表菲律宾人的想法 因为我通过我的了解 菲律宾人还是更支持拜登的 当时我也给了一些论据 然后当时我就说了 其中主要一个还是 川普一直拦着菲律宾人去美国工作 昨天有一个美国这边的政策 证实了我这个说法 昨天拜登正式将菲律宾 HRB签证恢复了这个计划 然后什么叫HRB签证呢 就是准许菲律宾人在美国从事非农业之外的工作 那在特朗普时期呢 也就是2019年开始吧 然后呢就直接就是扣发了很多的 已经签发完的这些HRB的签证呢 全被特朗普政府扣发了啊 就是没有发下来 而且也不能再申请了 那就其实是挡了很多菲律宾外劳的这个饭碗嘛 那现在呢那肯定这些菲律宾外劳呢 好像菲律宾人呢就不满意嘛 因为党人财路嘛对吧 那现在的拜登把这恢复了之后呢 那其实对于很多 对于很多这个准备去美国打工的这些菲律宾人呢 是非常欢欣鼓舞的 非常欢欣鼓舞的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目前从现在看啊 就是菲律宾人还是更支持拜登一些 再来说第二个啊 年初的时候呢 当时呢有一个闹得菲律宾的事情 就是菲律宾有一个空警呢 这个多塞拉呢死于了这个一个新年拍上啊 然后呢一开始呢认为 其实一开始大家呢都是觉得这个 他可能是被强奸致死的 那现在呢 也就是昨天昨天吧 然后呢这边啊颁布了一个就是一个公告啊 这是菲律宾警察总署这边的 这个 医官啊 医官发布的 就是说经过事件 这个多塞拉呢是死于这个 主动脉瘤的破裂啊 属于自然原因 并没有任何强奸克药啊 然后饮酒啊 造成的这个事情啊 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从从这个公告上来看呢 就应该是解决了啊 再加上这个之前呢 公布的一些现场的监控项啊 就是看就是其实他是跟很多男人之间都产生了一些亲密暧昧的行为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跟强奸大概也就是扯不上关系了啊 那之所以一开始有呢也是大家是民众的民众的想法嘛 因为那么多男的一个女的那发生强奸这个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或者呢 也有人认为呢 你发生了强奸啊 但是是因为这个啊这个这这这这这这些男的女吧 有这个明星的儿子啊 就是富豪的儿子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反正现在呢 官方给的这么一些消息啊 呃 不知道是不是能让那些 觉得这里面有阴谋论的人呢 觉得这里面还是有阴谋论 这个没办法啊 没办法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只能相信自己说的东西啊 当然还有人呢 压根就不相信 呃 这个是跟强奸有关系的啊 因为他们认为人家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你去 你不是就是捞金去了吗 对吧 二一个呢 本身这个菲律宾空景的名声呢 在其实在菲律宾也不是特别的高啊 也不是特别的高 就总觉得这个空景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吧 呃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事啊 第三个事 这是在一月的时候呢 一共有 在菲律宾街头呢 一共有二十个人啊 被摩托车和侵杀党侵杀了 呃 其中大概一半是贫民吧 然后呢 一半是 一半的职业呢 是警察和这个政客啊 还加上有一个牧师啊 呃 更多的人相信呢 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 这些事情基本都属于报复性啊 或者仇杀类的啊 呃 因为你看这个警察跟政客吧 本身就是一些比较高危人群啊 高危人群啊 呃 其实我们之前也见过啊 见过一些 也见过一个城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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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能叫议员吧 就是他从参加过这个市长选举啊 但是因为 政见比较激烈啊 还没选举完就被 就被枪杀掉的啊 也有这样的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吧 在菲律宾呢 呃 这种枪支管控不是特别严啊 不是特别严的地方 其实大家呢 还是谨言慎行吧 尽量不要给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来看最后一件事儿啊 这是本周二呢 啊 就是在马尼拉呢 发现了一几 马尼拉的一个街头上呢 呃 发生发现了一个这个 发现了一个尸体 一具尸体啊 呃 这个尸体呢 与以往发现的这个尸体不太一样啊 不是碎尸 也不是这个 呃 去个短腿啊 或者是 就是一炮尸啊 因为这个尸体呢 上面绑着一个标语啊 也不是为了仇杀 这个标语的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 别学我 我砸车偷东西 啊 下一个就是你 我觉得吧 这个 这个更像于什么 这个更像是 有夜间的蝙蝠侠 对吧 有夜间的这个私人英雄 在这个街头呢 惩治这个 呃 这些犯罪分子啊 当然你给他枪杀了 我觉得这有点过了 因为 我觉得砸个车偷东西呢 不至于 命就没了 我觉得如果 呃 如果是偷别人车呢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给他拧 呃 就是 还偷自己也一样啊 尽量就是 呃 可以抓他啊 但是没必要弄死他 呃 当然可以看出来 能弄死他 这个这个 这哥们偷 呃 被偷的这人啊 也是一个狠主 你偷我车就弄死你 可以啊 可以 反正 我觉得这个事儿 出了以后 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吧 大家应该能 这个街头的一些 砸车道也应该能踏实踏实啊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看 分辨 都发生了一些新鲜事儿 我 都不